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平常我们生活上就常常在一起 但是工作上比较大家都时间搭不来 这次我们就接着今天筹款 我们就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所以就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就大家在一起做善事 师父他比较严 他安排这些动作我们一定要练好 那我们在家字 字字在练 然后那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在公园里头 就重新重投 昨天才昨天在公园里面练这个怎么走 彩排 我们自己彩排 明学姐透露这个项目已经筹得近四十万上款 原来这个充满工价的表演 是由李辉师父的徒弟阮振峰负责编排的 他从这个功夫新兴到现在 我们从小九岁他在我们这里练工 八岁了 八岁在干净你了 没有 还好 现在还很小了 还继续很厉害 对 态度跟各方面他已经觉得他长大了 他长大 当然 当然 因为不管是在 就是在你们这公司他的工作 我们都看到他的表现 对人态度特别特别的好 以前我们学武术的时候 赞美的说话是比较小的 他现在听到了 当然是很感动的 但是呢 我觉得是努力 努力去排好这个表演是很重要的 在万千辛辉贺台庆 胡红军轻轻松松一边坐引体上升 一边唱歌 令网民大为惊叹 还大赞Huber很Man 节目过后他依然坚持举哑铃和健身的习惯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只是想自己身体健康 因为也算是给自己一个目标吧 就我其实三个月左右之前 就开始每天去健身 然后持续了差不多三个多月 我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当然会觉得自己真的身体有变健康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在训练你心理上面的毅力啊 你的坚持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对自己体型上面的要求 还是有很大很大的距离 今年欢乐版东华2020 除了有电视版还有网上版 而Bella林颖彤 这次就会担任网上版的主持 今年就特别一点 除了唱歌之外 就会做一个网上版本的主持 对对 但是都很感恩这一次的感觉 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还有跟我的好朋友 Joy一起做 所以就感觉放心一点 但是应该要做六个小时吧 对对 很长是不是第一次 对啊 其实都有一点担心的 但是我会准备好 担心自己 体力 对对啊 还有就是我因为做主持之后 还要抽时间去唱歌嘛 所以就不同的类型 就比较要怎么说 准备好自己的心理状态这样子 到了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 各大颁奖礼会陆续举行 虽然不知道实体颁奖礼 能不能如期举行 但歌手们最重视的 还是今年的成绩单 日前歌手施框桥 已经得到两个小小的鼓励 之前呢 就其实也拿了几个奖项 不过都是关于新人的奖项 不过其实我是上一年的一半的新人 因为我比较后面才出来的 所以他们也很好颁给我这个奖 但是之后的一些班长典礼 你自己怎么对待 有新兴还是参与的比较高兴一点 我觉得可以参与已经很开心 因为就是自己也是比较新嘛 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参加这些班长典礼 以前的时候 那现在今年有机会 其实我已经很开心 那如果可以得奖就更加开心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